八月 Easy 狂焦 不路影癡打邊爐 同大家圍爐 掃掃掃掃 論盡古今宗愛電影 主持陳亭青 大家好 今天請到嘉賓來 從我們的錄影室開始進行 這是陳亭嘉 陈寧嘉上次我們又戴著口罩 有沒有空罩? Zoom的 差不多戴口罩 何淼奇 大家好 今天我們黑白 你厲害 黑白也有 你黑白也有 電影世界黑白也有 灰色地帶著多東西玩 為什麼今天找到你上來呢 何淼奇有部新片 第一部片 由編劇變成導演 《我談的那場戀愛》 都是熱門話題 跟騙案有關 因為大家每天都收到這些騙案 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這個議題 為什麼你會對騙案議題 先說一下 嘉嘉最擅長的就是搞愛情小說 很久 一直都很久 你脫不了這件事 你就跟師傅帶著愛情世界轉來轉去 是 自己本身都喜歡寫這個類型 這次就是騙案內的愛情世界 是的 因為情騙案是所有騙案內 我們所謂的受害人 唯一會開心 所以我們真的接觸那些被騙的女生 她們真的會投入到 是不想醒 我就想看看她們的主觀 為什麼會開心到這樣 因為我相信一定一定很開心 不然不會這麼沉迷下去 這是你們兩個解剖劇的主要動機 就是drive 是不是這個 drive 最主要是沒有公開 是的 真的有幾年沒有公開 我們有創作其他的故事 其他劇本 但是賣不出 所以既然政府有一個首部劇情片計劃 我就鼓勵何妙琦 我說是否想開工 開工就自己做導演 所以大家想了一個故事 但是你為什麼會聯想到騙案這件事 我也不是聯想的 其實是在社會上找到這個議題 因為我們有一次看新聞 看到警方倒破這個詐騙集團 桌上展示了倒破集團的證據 其中有一份是劇本 即是詐騙是有劇本的 接著我們兩個已經太久沒有公開 接著我們就說笑 難道我們真的要誤入歧途去寫這些劇本 我們於是就 因為本身作為一個編劇 你對這些要巧騙人的案件 你會不會很生氣 你搶了我們這範圍 不如我們寫才對 但是如果是真後龍 我們做research 那些真劇本寫得很差 很頑皮 所以就是更生氣 我只是說這件事 所以我們就寫一個劇本 但如果這樣說 其實對你來說 也是一個里程碑 2008年開始見到一個師傅 到今天 由編劇轉為導演 有什麼特別的不同呢 特別的不同 其實就是因為窮為勢所迫 不要經常說窮才可以 才會去參加首部劇情緣 因為我沒有想過自己要做導演 因為我覺得我性格適合編劇 可以躲在喉蘭寫劇本 只是跟監製導演溝通就可以了 因為真的沒有公開 他說也要找一些項目 回來開工 所以就去參加首部劇情緣 你也有點像你師傅 師傅說很少落場 我其實很怕 我也是被迫做導演 我也聽你說過 就是那個故事 沒有導演肯拍 我才自己硬著頭皮上 這樣不是很好聽 你倆都是硬來 硬來才上 但你拍完之後 會不會有感覺 下一次也想做導演 我覺得做好這部劇情緣 接下來才上 還有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寫的劇本 不是每一個劇本適合自己拍的 有時候有些劇本 應該找其他導演拍 還有我喜歡做編劇 是因為編劇寫的時候 已經腦袋有部戲 但我每次交劇本給導演 導演又會拍出他自己 跟這個劇本的想像 我覺得那件事是很有趣 還過眼一點 其實我挺喜歡做編劇 然後又看看人家怎樣拍這個劇本 這個想法反而更豐富 我覺得他不一定 拍了第一次做導演 就跟著要做導演 只要找到你自己想拍的題材 你才去做導演 不然就可以繼續做編劇 好像他這樣 有適合自己想拍的就拍 不想拍繼續幫人做編劇也很好 但這次你最享受什麼 做了導演 以前你還沒做過導演 那你最享受什麼 我最享受什麼 你還沒做過 對 又拍自己的那個 又不用特別別人 練特別自己的劇本 對嗎 其實最享受的是 有時候在現場 你突然間靈光一閃 想拍一些 其實可能本來是你劇本沒有的東西 哦 即是突然間覺得 即興啊 對 然後我想這樣拍 或者你原本想好的設計 想好的調度 你突然間覺得 不應該這樣拍 然後馬上轉 然後因為我們團隊都很專業 你馬上轉 然後大家又一起配合你 做到事情 做到事情 就覺得很好 哪一場 譬如白先生 交代MC那個角色 少年那個騙子 叫他 你別想起我美主 過橋抽版 原本是多幾個設置 現在就跟攝影師說 你只是用一個quick plan 去交代這場戲 所以變成那場戲又活潑了很多 是監製的提議 即是兩個想出來的 當場 也是為勢所迫 因為沒有時間 對 馬上發了他 演員又要趕著走 因為花蓉趕著走 然後我們又沒有時間再拖 我們就要用一個很快的處理 處理了那場戲 反而我覺得 是比我原本寫劇本的處理更加活潑的 很肯定的 做導演就是現場執照 和製作組合一起去做 因為我們上一代的導演很厲害 例如徐克 麥當雄 我們聽過很多這些 就是他在現場遇到一些危機 然後突然間有個想法 去將危機化成一個更加好的創作 我覺得我們很想做到這件事 也真的有時候可以做到 這就是編劇未必做到的事情 對 就是導演在現場 你才能獲得到那種樂趣 但我覺得有時候這一種 譬如我們另外有一場 拍攝君如和MC兩個在盤問室 一個比較抽象的空間 其實想交代MC這個片子的角色 就是因為看了君如的社交平台的貼文 就知道他的喜好 接著他的愛好 其實原本我拍得要複雜很多 但其實我根本拍了 因為我前面的日子沒有拍 我要先拍主要的戲 但我自己知道我很需要交代這個戲的目的 又是當天在最後一天拍盤問室 突然間就拿一個IPAD寫一場戲 然後就放進去給攝影師 我們待會用半小時趴在那裡去 即是之前你的劇本沒有詳細寫 之前是用其他表達來的 是逐場逐場分散地拍的 即是很多場戲去拍出這件事 但其實是很不經濟的 所以不經濟到最後也沒有拍到 因為前面的資源不夠拍 即是在那裡 即是沒有錢 沒有錢 沒有時間 因為我們走不到 在那個境內的東西已經拍不完 走不到出去外面 所以在現場就立刻用一個抽象一點的方法 還有自己腦裡知道剪接是可以的 可以做到的 很快地處理了戲劇目的要交代的戲 現在看其實整個節奏又快了 有多有趣 即是在另一個崗位出現 產生另一種元素 刺激到你做了另一件事出來 不是握筆 躲在房間兩人去踢招 還有另一種興奮 應該是在現場做導演才能做到的 就是演員做出來的效果 比你想像中更加好 是的 是的 我現在君如 MC Stephy 其實很多崗位 很多演員 整部戲 張感情 我覺得他都比我原本自己 心裏寫劇本時候的想像 交出來的表現都比我想像更好 那會不會因為你是第一次做導演 其實未必有這麼多經驗 去處理比較有經驗的演員 是不是因為這樣 也不是的 也不是的 因為怎麼說 其實有很多時候 很多部門 混合了那個chemistry 譬如Stephy 因為造型 令他很入氣 因為造型 幫我們想了一些 那些衣服 整個造型 讓我們想到的好 他已經穿了那些衣服 然後他就做得更加好 甚至那個場景 譬如詐騙集團 其實我們最初想真的不是這樣 其實是很寡的 只是幾張桌子 有很多電腦 有很多手機 有些伺服器 但是現在做得這麼漂亮 變成整件事出來的效果 又比我們上去中學 是的 我去每個崗位 其實我真的很感謝每個崗位 他們現在交出來給我的東西 都是給我自己 當初寫劇本的時候 豐富了很多 即劇本你一定會有寫 但我覺得劇本只是一個框 一個平台 然後他們用他們的專業 幫我豐富了很多東西 那是不是真的 告訴老闆 不用付那麼多錢 那當然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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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真的 坦白說 我覺得不可能 因為我很感謝我的 crew 他們這次收一個 我覺得 我也不知道怎樣還的人情 來幫我一起做好這部戲 但是我們不可能每次都因為 自己是新導演或者收部劇情 好像拿正牌去打劫 拿正牌去打劫 拿正牌去打劫 這個程度幾個人 我還以為好像是steve job 即是永遠要stay hungry 不要給那麼多錢 你花錢 就會擠出好東西 其實不是的 因為香港的整個電影圈 那些人是很好 不知為何他會知道 譬如新的導演 譬如參加首部劇情片 那些 明明的budget是很小的 他們只要是一班後輩 要做導演 大家是完全不會說 死了死定 我幫你一定搞定 我覺得那種向心力 不知為何整個工業的向心力 真的很好 很難得 阿嘉你在這行很久了 你和很多不同的大導演 比較不值大很多的製作也做過 甚至乎我們跟外國的一些電影人說 他們都會很羨慕 為何你們可以 一有人有問題 就很齊心去幫忙 事實上有很多電影 大budget也好 忽然間有些困難 其實打幾個電話 那些人都會去幫忙 是嗎 會不會因為香港沒有 外國的制度 成熟 工會那些 那些制度 會不會就是這樣 正正是這樣 我覺得整個圈的互相幫忙 是靠人和人的關係 我們建立了關係 建立了那種信任 就可能真的比一個 很完善的制度更加會齊心 你覺得香港不用 不用學會 那麼多工會 那麼多制宅 他們是很困難的 因為他們夠時間就下班 其實電影是一個人的行業 反而不是用制度去框著我們 是用人和人之間的相處 那種感情 那種感覺去推這個工業 雖然經常說香港電影死了 就快要死了 其實一段時間都沒有死 死不去 死不去 不可能死 還有那麼多人存在 怎麼會死 也是即興 本來我們不是這樣開始的 反而我們忽略了不少劇透 是嗎 這件事挺有趣 其實也不介意 因為不少人看了優線場 是嗎 但想問你 其實你先找君如 還是先找其他配角 是先找君如 因為我寫的時候 已經是君如 你寫的時候 已經想找他做 還是他答應你做才寫 我當然寫完之後 試試拿劇本問一下 君如肯問接 他也很好 他還沒看完劇本 就已經肯接 然後他經常說 我們才是詐騙集團 因為我覺得我們都很離譜 先拿劇本 叫別人可不可以接氣 然後他說接 然後我們才跟別人說 其實我們沒有錢 這樣哄了良談 阿君如就不收錢 現在阿君如說他沒有收錢 暫時還沒有收錢 我要賺錢才可以給他的片酬 換句話 如果我的電影不賣錢 阿君如是虧給我的 即是債主了你 是啊 然後阿君如說我們不給錢 然後更好意思 別人答應了 好吧 不收片酬 我們就說 我們連買衣服的錢也沒有 你介意借你的美衣服出來 他又很好 既然拿了一疊 也不差再把美衣服給你 但你為什麼要 有什麼因素 你打算找阿君如做主角角色呢 因為阿君如做喜劇沒問題 一定好 然後做正劇 他的演技也很好 但令我最想找他做 是我會想像到他戀愛的時候 多麼深花怒放的一個女人 因為其實現在他交的演出 我其實故意叫他收細一點做 因為我想這部戲是紋一些 但以他的經驗 他又幫我調節了一些 在喜劇的時候 他又放大一點 即是給我要求他 你紋一點的時候 他在喜劇開心的時候 他又放大一點 就是給現在我們觀眾 會看到他那種深花怒放 好像陪他一起開心 因為很多觀眾經常看完之後 他跟我說其實我看到阿君如開心 在戲裏戀愛的時候 那個狀態 我自己都笑眉眉的看著整部戲 所以我很感謝他 交出現在這個表演給我 你們有個Keyword 好像是不相見的愛情故事 是不是 就是類似 就是這樣 想像空間大 其實很難的 真的很厚演員 我不讓你真的跟對方做對手 你真的對著一個電話去做 其實那個想像力 演員的想像力 真的要很豐富 我們覺得特別是阿君如 如果大家用心一點去看這部戲 除了覺得很輕鬆很愉快 想笑之外 看到他每一個細節 他真的做得很好 其實是很考演員 當然我們更加會覺得 MC這麼新的演員 他居然都能夠處理 因為是分開拍的 你這樣剪成那個互動 你會感覺到 好像在同場演戲一樣 這個很明顯 其實也很明顯 因為他們有九成之感 都沒有在一起 他們除了畫面 看到他們收到訊息 或者一些戲劇 就算只有他們自己拿到手機的時候 他們的表情和反應都做得很小 另外一個演出 其實就是我做完整部戲 要他們回來配合他們的訊息裡的OS 和VO的時候 其實他們是在用聲線去做戲 其實他做兩次 聲演 畫面分開拍完之後 你再用聲演做對手戲 這件事好玩 整件事真的好有趣 MC其實真的不覺得他很新演員 很厲害 我覺得他有天分 而且是一個很聰明的小朋友 用我的年紀來看他 就是一個很聰明的小朋友 而且他的天分 不只是你看他做一些正戲 不是喜劇的時候 他做到 因為我們有些朋友看完戲 覺得他對眼睛很懂得演戲 其實很難的 尤其是新演員 你用眼睛去演戲 是很難的 另外一個有天分 就是很多人 很多新人 或者他未認識好演出的時候 做喜劇很多時候都過分用力 過分大 誇張了 但是他天生有一個喜劇感 喜劇的節奏是很鬆的 是很難 你是一個新演員 你身上看到那種鬆 那種不在乎 但是又有一種節奏 出來了 對 我們回去再繼續聊 好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等著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1000元 請即訂購支持